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要来看的是情势危机的乌克兰 俄军持续对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进行狂轰猛炸 有个大型的箭物五金超商被攻击 18个人丧身 乌克兰军队虽然拿到美国援助的精准导引武器 但是武器遭到俄罗斯的电子干扰战场失灵 乌军的炮弹指挥官因此下令这些武器都要停用了 乌克兰总统周一出访西班牙 西班牙政府承诺会提供10亿欧元的军援 俄军持续对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进行轰炸 一间大型的箭主五金超商遭攻击 当时店内约有200名顾客 至少18人丧身 乌克兰检察官周日公布了当时的监视器画面 俄军目前主攻两条战线 除了哈尔科夫 乌克兰东部边境也是活力焦点 俄军频繁空袭当地的民宅区 顿内刺客区靠近边境的城镇 居民还能收听到俄国讨论战况的广播节目 一名十岁的男童脸上还带着伤 他在空袭中失去双亲 亲眼看到母亲被屋顶压住 却无力帮助他脱身 男孩说他痛恨自己 没能救出母亲 他不断在父母坟前道歉 来要登陆 来讨论 来讨论 摄影 我和他妈妈 我现在的主要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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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的医院近日也涌入许多伤兵 但数量远比惨烈的巴赫姆特之战少 医院里还有许多的空床 但这不是因为战况和患 而是凸显了乌军前线人力的短缺 乌军近日终于拿到美国援助的精准导引武器 原本还很欣喜 但后来发现武器在战场上失灵 因为遭到俄罗斯的电子干扰 乌军炮弹指挥官已经下令 停用这些武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俄罗斯不断增加空中导引炸弹的数量 呼吁西方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 每一个战场都是武器实验室 乌克兰战争也不例外 西方提供的武器很多都是第一次测试效果 尤其是对付俄罗斯这样高科技战斗的国家 美俄武器对抗的战果 至少被四方严密监控分析 美国 北约 俄罗斯和中国 俄军今年在战场上取得上风后 更是炮弹进出 进行无目标的轰炸 周一 泽伦斯基访问西班牙 与首相桑杰氏签署了一份双边协议 西班牙承诺 今年将提供乌克兰10亿欧元的军事武器 包括美国制爱国者防空飞弹 二手德国制暴行战车 以及一些其他西班牙制的 反无人机设备和弹药等 泽伦斯基请求西方盟友 提供爱国者飞弹的发射器 飞弹才能派得上用场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也敦促盟友们 重新考虑解除乌克兰 使用西方武器 攻击俄国境内的限制 才能从源头阻止俄军的攻势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